在去年 我和发小大飞 开车送我媳妇回娘家 结果因为疫情封村 被困在了我媳妇的老家 这一困就是一个多月 连镇子都不能出 实在是闲得无聊 我就和大飞找了套鱼具去钓鱼 在镇子南边 有个大池塘 听说以前是有人承包鱼塘 近几年的时间 没人张罗 变成了野狐 我和大飞这几天 就一直泡在这个地方 钓鱼这种事 还真是不能沾 一沾就特别的上瘾 我俩午饭过后 这一钓就是一个下午 不知不觉就到了傍晚 天色也逐渐的暗了下来 不过这一下午 我俩的收获倒还是可以 但越是这样 就越是多想吊几根 这不天色很快就暗了下来 可正在这时 在水面的投射下 我隐约地看到 水塘大坝旁的那个小屋前 站着两个人 因为疫情 这根本没有歪人来 整整一天了 连个人影都没看着 可是 突然看到大坝上站着人 我下意识地回头 看向大坝上 寻死者 是不是人家不让在这儿钓鱼 但我们不知道 可当我回过头 却发现大坝上空空如也 根本没人 这让我有些疑惑 大坝见我朝着那个方向看 表情困惑 也跟着看了一眼 同样是 什么都没看到 喂 你怎么了 没啥 刚才好像看着个人 可能我看花眼了吧 卧槽 这个地儿啊 谁像咱们一样到这儿来啊 大飞听我说完 又朝着那个方向瞅了一眼 确定没啥吼 也没在意 接下来 我开始专心致志地盯着鱼飘 可不知为何 总感觉 刚刚大坝上那个方向 有一道目光 在远远地盯着我 在这种强烈的感觉下 我忍不住 又回头看了一眼 然而 还是没人 只有那座黑漆漆的小屋 立在那儿 我细看了那座小屋一眼 总感觉 刚刚我没看错 那人好像 在这座旧屋里 但因为里面黑漆漆的 我根本看不清 于是我也没在意 接着回头看我的鱼飘 不过 刚回过头 那种感觉 又变得很实强烈 正在这时 大飞又上了一条大祸 本来是件高兴的事 可我这心里 总挂着那点事 不过 这一次我没再回头去看 而是侧眼通过水面的反射去看 这一看不要紧 接下来的一幕 险些让我把鱼杆都扔水里 只见 在水面的反射下 隐约可见那小屋前 确实有个很明显的人影 但是那人并不是站在小屋前 而是脖子掉在屋子门口上方的屋梁上 也不知道是不是风吹的 整个身子在来回的轻轻晃动着 看到这儿 我吓得冷汗都出来了 猛然转过身看去 手里的鱼根都唾手掉在栏边 然而 回头一看 只见大坝上的那座小屋前 空荡荡的 根本没什么伤调的人 大飞此时也注意到了我的反应 一脸诧异的转头过来看我 又随着我的目光向小屋看去 大飞 走赶紧赶紧回家吧 咱们不掉了 我当时已经明白过来不对劲了 话都说不利索了 快快快走 快走 而大飞 见此也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也没再说话 脸色变得凝重了 我们俩赶紧收拾收拾东西 上到鱼塘边的小路上 匆匆发动了车子 这过程 我们都没说话 气氛有些紧张 车子发动后 我哆嗦着打开了远光灯 回家的路 要经过大坝的方向 也就是那个破屋前 我们俩当时的心情有些复杂 真怕看到什么 可到了小屋前 偏偏又控制不住自己 往里边看 经过的时候 车子的远光灯照向了破屋 破屋内被照得通亮 可里面空荡荡的 什么也没有 大飞 你是不是也看到了 我 我不确定 这让我俩在回村的路上 气氛稍微缓和了一些 回家之后 我和媳妇老丈人 说起了这件事 知道这时候我才知道 原来那个鱼塘 都闲置了十多年了 之所以闲置 是因为那个地方 有些邪乎 据说是因为 当年承包鱼塘的夫妇 为了养鱼致富 掏光了家底 但是镇上有几个孩子 三番五次的偷着去捞鱼 后来因为多次驱赶 得罪了这几个孩子 被这几个混小子 撒了药和石灰 祸害了满池塘的鱼 这对夫妇招上门理论 可奈何那几个孩子 家里强势 不仅没赔偿 还大大出手 把那个男的呀 腿都打断了 这一下 不光鱼塘的收入都赔上了 还因为治病 欠下了不少钱 这家的男人心眼窄 回到鱼塘 就喝了农药 而当时的妻子 也是一时想不开 在大坝旁的那座小屋 屋梁上上吊自尽了 从那以后 这地方就经常发生一些邪乎事 好多人晚上经过这儿 都会见到鬼影 或听到哭声 时至今日 一直没人在承包鱼塘 所以一直闲着 撑了野狐 这事说起来呀 让人痛恨之余 不仅有些揪心 而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和大飞对钓鱼呀 有了阴影 至今也没再去过野外钓过鱼 这事说起来 我和大飞对钓鱼